貧紐哀禍帖 孔氏中帖 然後優玄帖 還是在同一個表背上面 一個卷軸上面 目前還是在日本 後來發現說好像日本收的這幾件 都有一點刷刷刷 然後鋒利又刷洞的感覺 那種比那種刷洞刷洞的感覺 刷刷刷刷刷 所以他們在流傳 從唐草流傳到那裡 也許挑的人的眼光 會比較接近喜歡這種風格 鋒利爽利 看這個寫字很鋒利爽利的風格 有沒有 這個就真的是 這連上亂帖也一樣 我們看這個刷刷刷 然後這個用筆就方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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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覺得這個用筆的角度 都覺得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銳利 可能當時在挑選 要帶回去日本的書法的時候 有人在挑 那這些人挑的眼光 可能是挑著風力 你看這種都是非常風力 哪來長風啊 漏風啊 漏風啊 到處都在漏風啊 這都是漏風啊 會讓你覺得說怎麼漏得這麼嚴重 也許當時的美感就是這樣子 像這刀 像這邊的刀都很鋒利啊 這都很鋒利啊 那你看這個 哇這個簡直是整個字都方則方則方則 如此之方利 哪來在那邊遠轉長崩啊 不幹這種事啊 在這邊就是這樣子 這麼鋒利 鋒利的不得了嚇死你 那這個要怎麼寫 跟剛才上亂鐵一樣 當然第一個風力 那風力是不是要多快 未必快 那有時候乾筆也可以寫得出這種效果 我們看這裡面 有時候初學者我覺得說筆可以弄乾一點 但是不用寫那麼快 因為那麼快通常是失控的字啊 不是在自己意料中的事 那筆像這種 可能也要稍微銳利一點 不要拿一些頓頓的筆 快雪石琴鐵就可以用頓頓的筆來寫 那像這種鋒芒畢露的字啊 我都建議拿筆尖比較尖的字來寫 這樣才會有精神 那我們看硬一點的筆也沒關係 那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很強烈的什麼 粗細變化 粗細變化 優弦不能 這個都粗的 然後這裡呢 細的變化 然後這細的變化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些粗的細 變化跟細的變化表現出來 然後再來是大小的變化 這種大字 小字 長 這長字 長的字 方的字 長的字 這是 粗狀的字 這是比較寬鬆的字 寫字就是會有這些方方扁扁 不要改變這格式 當他在寫的時候 他會考慮到左邊右邊左邊 他盡量不要對齊 我發現很多人寫字很奇怪 楷書對齊就算了 你行書還會畫一條線 每個字都一樣大 每個字一樣大 那個不叫做行書啊 那個不叫行書 好 那你就試試看吧 屏 屏上面看起來有點殘缺 不過應該是 這樣繞下來 所以這邊筆有點側 應該是這樣刷下來是最有可能的 然後再往上抬 刷下來 停著 停著 逆上去 再刷一次 這邊就比較圓勁了 然後這邊又維持著繞動的動作 然後繞的大小有時候大有時候小 不太一樣 有時候緊有時候鬆 有字他寫的比較長 所以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你勾起來以後 這個橫畫不要寫太長 這橫畫寫長這個字就扁掉了 他這個字想要寫的長高的 就讓它長高高 那這邊因為繞動的關係 所以這邊感覺有被 擠得滿滿滿的感覺 這個跟上亂鐵就有點像 這種刷過去的效果 這種方切挺進 這邊是圓勁 這邊是從中間抽出來的 彈上去 有個弧度 上去 有個弧度 這邊寫的就彈性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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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在彈性 起來以後 點 一痴 彈性 下面變重 一點 重 輕 甩過來 小的拉長大的往下 所以這個足以斜度 這邊的筆的角度轉換 頂上去 逆上去 滑下來 出風 圓徑 扭動 遮腳 這裡看不出來 但是應該還是有扭動的效果 切個 切 逆上去 細到粗 就是刀子那種鋒利的感覺 這短的 這個短的 這個鋒利的 割 割起來 拉好長 過來 拉長 頂上去 頂上去以後 從這邊接下來 直接寫成孔 下以後直接繞上去 準備寫這一個 靠近喔 然後這個字粒有點傾斜狀 到這個稍微勾起來 不能感覺寫的 不感覺寫的比較輕鬆 就是 線條上比較輕鬆自在 脈絡還是清楚的 上面輕鬆到能這裡開始就 方折 上去 頂上去 這就比較重了 就是按著拉動的效果 按著拉動 當它刷到這邊 形成一種測試以後 它這邊再抬上來 這個時候它需要 以圓近的效果 以圓近的效果 然後這邊再是一樣 它喜歡把它擠成一團 但是中間還是要 脈絡清楚喔 不要糊成一團 這個聖肯定是個錯字喔 不要迷信王熙之不會寫錯喔 這個聖肯定是個錯字 你看歷史上沒有人這麼寫喔 所以我也不太研究它怎麼寫 因為我總覺得它是個錯字 它也只錯這一次 所以我也不太想去研究它 它到底想怎麼寫 因為看不太出來它怎麼寫 也許你有更好的方式 可是它看不出來它怎麼寫 反正就是一個錯字 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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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筆的翻轉 這是翻上去的 折 下來以後到這邊來 又翻上去的 這折 然後這是奈何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塗鴉的啦 奈何啊 還有那個盾手啊 再敗啊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它只是一個單純的塗鴉字 有時候寫的蠻可愛的 合 合 也是 喔這裡好像有受到紙的影響喔 有點弧度喔 奈何奈何 快速拉動 稍重 稍重 往下 胃 往右下角拉動 這種粗細彈性 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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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的掉下來 位 這樣 從上面 來比下來 這個地方就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 重新寫喔 那沒關係 不重要 看不出來的話 只要符合寫字的原則 就可以了喔 因為王羲之是有可能用很多種方法來寫字的 尤其當年的王羲之 流傳下來很多都是別人拿出來的 其實也不知道是誰寫的 正 正 你的斜的 這裡都是 都有點 寫的有點隨意啦 並不是感覺不是很正統 所以很正統就是非常標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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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